这么大一个肥肠截子 三块钱 麻辣 油香 我觉得截子跟面更配 我甚至还想再加两个截子 哈嘞 大家好 我是小果 本来今天要带你们去找一家刀削面的 结果刀削面他们家关门了 也没给我指挥一声 然后我就刀刀转转找到了一个肥肠截子面 没想到他们这还是个刀削面 这是一个一两的肥肠粉 然后我吃巨姿加了五个截子 这边是一个刀削面 碳水女王回归 我感觉今天是回归日 咱们第一口先刺煎蛋吧 老规矩 油量很粗 你们看一下这个油 哇 这还有个截子啊 我今天真是截子快乐日了 好吃 这家是我随便找的 非常正宗的味道 因为我看他们家是新店 我怕不正宗 我粉一鸣就化了 嗯 好吃 接下来吃了我们今天的正头戏 肥肠截子 这个玩意儿 一定要尝试一下肥肠截子的魅力 它是爆汁的 嗯 看一下这个腾气面 这肥肠截子真的刚刚好 附近也不软 有些软的不爆汁了 有些爆汁的 硬都咬不开 肥肠 爆汁爆了 先上去 果然还是中招啊 这截子三块钱一个 你们觉得划不划算 好久没有吃刀削面了 我觉得我现在出来的一两 都不是一两 现在这些商家越来越实声了 这要是一两 我把这碗给吃了 还是给面啊 面太好吃了 味道下面觉得很 接下来我们把截子放到 都说面里一起去吃 高明啊 这一口 这肥肠截子太上头了 它那个汁爆出来 就把那个面给搅和上 你知道吧 他们就在里面纠缠啊 纠缠就要吃啊 截子和这边的粉来一口吧 肥肠粉是哪的 特色 就是成都吗 又不知道 不懂就差 我这会儿就差 肥肠粉 哪里最正宗 就是成都的 你还啥也不懂 不懂就问 众所周知 吃到面的底子的时候 是小果人生的快乐高光时刻 把最后一个截子盖上去 和这面一起吃 这个我给你们小宝备吃 啊 我都非常截子 已经在流油了 这边干拌面的最后一口 来 这边干拌面的最后一口 下面都是鸡杂 鸡杂都没怎么吃到 这里面那么多鸡杂 这一碗还几块钱啊 好划算啊 家店就是开在我家附近的那种 居民小区里面 能看来 来吃的几乎都是附近的 就是邻居啊什么的 所以口味是非常自改的 稍微做不好就没人来吃了 来说他们家味道家常吧 他们家又很重口味 这人家很重口味吧 但是味道又很家常 加入五个杰子 两份饮料 两碗粉 一共才三十几块钱 就我这条件 我这小生活一天 成熟口味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那也是要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有空跟小可一起吃肥肠杰子 来 你摸摸的